Hello,大家好呀,我是Mrs.E 大家看我这架势就应该知道 我又要来后院玩耍了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 万里都是3D立即的云朵 那边呢,是我和Mr.E上周一起搭的小菜棚 我今年心血来潮做了一个小的landscape 嚣张的漫腾之前把这里全占领了 我和他们奋战了好久 清除了一部分漫腾 铺了房草布,订了树皮碎 买来了石头铺成台阶 调整了长椅 还有这个是大家上次在我视频里看到的 我装满的花盆 看这些泡皮,小小的都已经绽放出来了 还有这边呢,我还清理了很多的蒲公英 但是保留了有特色的野草 比如这个Fragrant French Cup 香边杯 开花以后呢 它们会像是一个个掉在枝头的倒挂小酒杯 非常的有意思 这边呢,我种了些喜欢阴凉的Hoster 郁脏花的球镜 大概才20天的功夫 健康的叶片就从土里拱出来了 玉簪旁边呢,又是香边杯 香边杯的旁边呢,又是玉簪 这片土里有比较严重的slug问题 这个看上去还好 但是这边这颗就有鼻涕虫咬得动了 我把Mr.E在前院不小心刮蹭掉的Rosemary 迷迭香的枝子拿来插在它附近 看看会不会起到驱赶鼻涕虫的作用吧 这边开的这么旺盛的 是Grape high incense 葡萄风信籽 旁边这个白色的呢,是Spanish Bluebell 西班牙蓝绫草 它的对面呢,是淡紫色的蓝绫草 哎呀,它们都是野草野花的 我平时也不打理 人家自己就长得好好的 而且,它们都是多年生的植物 起源于伊比利亚半岛 很适合园林植物的栽种 我很幸运它们自己选择来我家 而且花丁兴旺 自己自足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现在我头顶上的这棵是个樱花树 没有四月霜冻的时候 它们开出的洁白樱花 有一种净化心灵的能力,我非常喜欢 和它相应程序的是我邻居家出枪而来的 日本木瓜,Japanese Queens 也有人管它叫做日本海棠 这边这个是所罗门海豹花 Settlement Seal 因为开花后非常美丽 同时又具有耐阴的特征 而受到了很多很多原意爱好者的喜爱 我在园子的角落里面发现它后 真心觉得幸运又美好 叶子下面的花孤朵都是棕灵形状的 每年夏天它们开花后 这一片的花香气息就非常的清新又迷人 还有这种好看的小白花 它们叫花园伯利恒之星 Garden Star of Bethlehem 但我个人更喜欢它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花园鸟巢百合 大家看它们窄窄的叶片团在一起的样子 真的很像小鸟的鸟窝 因为这种小花它要遇到早上11点的阳光 才会懒洋洋的绽放 所以这种毫无瑕疵的小白花还有一个矫情的名字 叫做Eleven O'Clock Lady 我把它翻成11点钟才起床的娘娘 娘娘们早 给娘娘们请安啦 哈哈 好了 我家后院的野花野草秀就先到这里吧 美国西北部的五月呢 虽然冷嗖嗖但是阳光毒辣 我把遮阳伞先打开晒晒眉 这个是我新买的躺椅垫 大家如果也有需要的话可以亚马逊上英文搜 Shades Launch Cushion 各种花色都有 而且外皮还是防水布料的 大家别介意我这个破破的边桌啊 我想今年给它换一个干净点的桌面颜色 用这种shelf paper就可以轻松搞定 以后给大家看效果 啊我来露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咚咚咚 拿这个植物吊篮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装吊篮 吊篮的英文是hanging planter 我家这个是铁翼的造型 里面这个草垫子是coconut liner 它是椰子壳的衬垫 它呢是用椰子外壳的纤维做成的 天然防腐透气保水很好用 然后现在就是我和Mr.E搭成的一个 算是种菜的小棚子吧 这个呢也是我从亚马逊买来的 三面透气防阳光的紫外线灼伤叶片 但是呢还能大量的吸收阳光 好了我们就开始种花了 我今天要种的花有New Guinea Impatience 新几内亚凤鲜花 还有Potato Wine 马铃薯藤 我种花之前呢都会看一下这个花签 上面标有植物对阳光的喜好 和需要浇水的水量 还有两盆我原本放地面上 就被BT虫啃出大洞的柔弱的多色草 我会把它们给吊起来 这样除非BT虫长了翅膀 不然绝对不会再咬你们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